北檢追查 精化成容積率的弊案 今天上午是再有新动作了 约谈的是林传媒的董事长 施威全道安 我今天出席是以证人身份 其实检察官也辛苦了 检察官辛苦了 老师动众的 检察官辛苦了 老师动众的 我是以证人身份出席 谢谢大家 您是有捐政治献金给科吗 检察官也很辛苦了 老师动众的 检察官辛苦了 我是以证人身份出席的 好 柯文哲现在是确定不抗告了 再延压两个月 当主席职务是请假到11月29号 那日前台中市议员江和树 就开出了第一枪 要提案无限期延长请假 真的有消息指出 柯文哲有委托妻子陈佩奇来代理党主席 张老师就反问说 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呢 因为完全不符合党内的程序 他说这个就是政治迫害 其他党想让柯文哲game over 不能够让这样的阴谋得逞 传出柯文哲主席有意让陈佩奇夫人来接班 请问有听到这个消息吗 这个消息从哪里来啊 我们党中央都没有接获呢 更何况他现在要代理主席的程序上也没符合吧 因为你起码你要是一个中央委员嘛 再来推派嘛 如果在任期上面 应该在2026年的12月31号才有改选 我们下一届的主席的一个问题嘛 如果是陈佩奇医师愿意来当任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啊 个人也是蛮期待的啦 但是说这种事的时候 要来了解我们整个一个党章啦 这在我们党章里面是没有办法符合规定的 身为中央委员我们是期待他一个延期啦 因为在这一次很明显是一个政治破坏 当然我们不能让其他党来影响到我们 他就没希望柯文哲 因为任期他把他给他够合 我们为什么还要顺你们的意呢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柯文哲可以留下来 继续来请假 因为他是官司上的问题嘛 配合检调来调查嘛 我觉得这个任期当然就是以检调 你要给他压多久的一个时间 等到他出来 再来回归他的一个主席的一个任期的一个部分 这是我们期待的